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開會 今天一貫有21份議程前發言 現在請第一個報名的議員開始進行有關的發言 林倫偉議員 一日未顯示平面打出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 今年6月1號兒童節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門即將迎來 回歸20周年之際 回信給澳門的學生 為教育界送來了鼓舞和力量 同時亦寄予了他對澳門青年的期望和觸託 現今在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下 澳門的學生應該珍惜現有的學習機會 充實自己 打穩知識基礎 牢牢掌握著國家發展的態勢 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前面 澳門的學生必須積極進取 創新求進 不謂挑戰 將所學貢獻灣區 貢獻國家 同時作為澳門教育工作者 亦深深感受到主席對澳門學生的期盼 亦應該要謹守教育崗位 不斷自我增值 努力培養學生成為一位有思想 有文化的時代青年 立德立人 報效國家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不斷努力 2005年前國家主席胡錦濤 亦曾經回信給澳門的學生 可以見到國家領導人 一直對澳門學生和教育的關注 社會文化思譚盡明早前作出回應 指回信是中央對特區政府多年來 在教育工作的努力的肯定 表示今後會繼續關注兒童教育和發展 以及會加大在教育上面的資源投放 事實上 自從回歸以來 特區政府持續加大教育的投放 包括實施了15年的免費教育 推動施框的實行和實行小班制 這些措施都大大提升了澳門的教育水平 以及質量 但是過去特區政府對教育的投放 沒有客觀的標準 容易受到經濟和社會的波動影響 本人認為 特區政府應該制定一套科學 以及配合寫情民意的教育資源投放制度 定定每年政府將若干資源的百分比 投放在教育事業之上 再訂立每年的增幅 讓有關教育部門能夠根據系統數據 而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 讓教育資源不會受到經濟的影響 相信在國家對澳門教育的持續關注和支持下 配合特區政府對教育的持續投放和發展 本澳社會和教育界共同努力 讓學生在良好的學習環境和高質量的教育環境下成長 必定能夠成為澳門更有用的人才 將來為國家為澳門盡自己一分力量 多謝